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 今日加零 境外一路5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没有本土病例 也没有死亡的个案 境外一路有5例 指挥中心表示 由于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加上疫苗覆盖率提升 考量农历春节将近 提前调整居家检疫措施 自今年12月14号 到明年2月14号期间 将维持14天检疫 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其中自非重点高风险国家 入境的人员 同住家人 如果已经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 且满14天 最后4天就能在家检疫 而重点高风险国家 如英国、印度、缅甸等国家 入境的人员 仍然要入住14天的集中检疫所 国内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宣布 二级警戒延长到11月15号 而自11月2号开始 防疫大松绑 除了开放室内运动 唱KTV或是上健身房时 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指挥中心也同步开放 温泉、烤箱、三温暖等 容易使口罩潮湿的场合 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并且同时开放双铁、电影院 转运站等场所 可以拖下口罩饮池 但是舞厅、酒吧、夜总会等 八大场所 除了符合防疫规范 可以有条件开放 其他仍需要关闭 奈斯集团总裁 及国内食品厂爱之为创办人 陈哲芳惊传病逝 据了解 陈哲芳10月31号晚间 因为急性心肌梗塞 不幸在家中过世 享受81岁 美国政府10月31号宣布 捐赠1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给台湾 我国驻美代表小美秦大使 先前已经代表我国政府 接收这批莫德纳疫苗 并在11月1号下午一点多 由中华航空运抵台湾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志忠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长孙小雅 都到场接机 这是继美国政府 今年6月捐赠我国 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后 二度捐赠我国疫苗 目前共累计 捐赠的数量达到400万剂 外交部也发声明向美国表达 诚挚的感谢 泰国政府宣布 自今年11月1号起 开放包括我国在内的 63个国家或是地区 已经接种完整疫苗的旅客 在抵达泰国前后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呈现阴性 就不需要隔离 能在泰国境内自由活动 目前泰国承认的疫苗 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 10月31号开幕 总统蔡英文文化部长李永德 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 都出席开幕仪式即演唱会 李永德也宣布 不止金银奖将于11月6号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 明年的金曲奖也将到高雄举行 而首场售票的演唱会 将于11月20号 由歌手卢广仲带来开幕季表演 蔡英文也邀请大家 带着五倍券或是义放券 到现场观赏开幕季系列的表演 以上是今天的金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